装甲车上阵 是预赛印尼球迷围攻球场 马来西亚全队乘装甲车离开 输球后的主场球迷开始围攻球场 冲击客队看台 比赛现场一片混乱 无数球迷表达自己对比赛结果的不满意 愤怒的印尼球迷更是多次攻击客队球迷 并且不断冲进场内 导致比赛一度也是多次被中断 而在比赛结束之后 马来西亚全队不得不在装甲车的保护下 才安全离开球场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主场坐镇的印尼在最后时刻遭到了马来西亚的绝杀 一下子点燃了主场球迷的炸药包 开始冲击球场 挑衅客场球迷 印度尼西亚球迷是真的愤怒了 全场球迷在赛后在球场外暴走 与球场安保人员发生了规模的冲突 当局安保也是紧急出动 不得不使用催泪瓦斯来遣散球迷 控制现场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